昨天广东有51个市线发出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天气炎热 阳光猛烈 街上撑伞的人多了 市场上买水果的顾客多了 销售的冬瓜销量增多了 就包点冬瓜上接着数嘛 因为时间有限 从上周开始 广东省雨势明显减弱 随着负热带高压加强 广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度 其余大部分市线最高气温在32度至34度之间 此外 今年第六号台风风神从明天开始进入南海海面 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增温作用的影响 未来几天 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35至37度的高温天气